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还不错创客商城 今天我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无刷电机控制板 因为我们有一个网友买了这个板子 他说不会用 那么我就给拍个视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无刷控制板是怎么使用 首先我们看一眼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小功率的无刷控制板 只能控制小功率的 具体他有参数的 我们使用之前一定要先阅读一下他的参数 根据他的参数 来进行操作 不能够电压要在他的范围内 然后我们找了一个这个小的无刷电机马达 我们先来看这个马达的参数 我们打开看一下 上面啊 这上面有写黄色 那白色是公共端 然后uvw 各代表什么颜色啊 我们对应的接到这个板子上 然后这个板子 他这上面写的是7到12伏 我们给他来个7伏的电压 注意正负级不要加反了 夹上去以后 我们发现灯亮了 灯亮了 我们来调一下啊 这里有个旋钮 来调一下 转动了 因为它这个是个无刷电机 它这个转动 是在轴和下面的 很无刷电机很奇特 因为因为这个板子它有一个 保护 保护功能 当电流超标的时候 它会自动保护 看它 它已经启动了 加速 好快啊 好快 无刷电机的转动是很快的 关闭 然后它这上面有一个方向 一个是正向一个反向 如果你想调整方向的话 把这个跳线给拔掉 插在另外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 这个板子 它是一个小功率的 仅能应用于测试 而我们的无刷电机 一般的无刷电机都是大功率的 都是功率比较大 所以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啊 嗯 它是不能够带大功率的 转动了 转速很快啊 估计这个 我估计这个转速都上万的 无刷无刷电机啊 随便一个转速都有 都有这么快的 随便一个可能都要上万的吧 你看很快 它都是飞机上用的 可以飞起来的 嗯 嗯 好啦 谢谢大家